真没想到 大清国居然出了你这么个能人了 竟敢玩到我的头上来了 何大人 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我怎么玩你了 要我呀 别装糊涂 那孙家干的事 是不是你玩的话招啊 何大人 这事可怨不着我了 皇上说了 就不活这个孙家干 他要我的脑袋 要我脑袋 那我没辙了 那我就只有 没辙了你就把他送往那儿去 何大人 人家可都在传呢 说那独标 是您府里手下的人干的 怎么样 没错吧 您一定有解药吧 您看 孙大人送您那儿 活了 是啊 他是活了 你的死期也就快到了 我告诉你 得罪我河山的人 没有好下场 我知道 得罪您没有好下场 可是何大人 您的下场也好不了啊 孙大人中了毒标以后啊 昏迷不醒的时候 说过几句话 说呀 他还藏了一批东西 一批罪证 那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我倒是不知道 就是说 罪证 你又笨我 宁可信其有也别信其无啊 信不信 由您 吓唬我 吓唬我 我河山可不是被吓唬他 算我没说 没说 他说他说那个东西到底藏哪儿了没啊 说话呀 京城 皇上要押解孙家干入京 我还在这儿极力推荐让您亲自去押解 这我还真心想帮助你我 你帮我 您想想个何大人 你押了他入京 他就在您的手里了 您什么人哪 高手啊 这一路上 杨凤因为 软硬剑尸 两面三刀 硬一套 又来了 准能把这东西查个水落石出啊 这东西一到您手上 您把它一毁了 高枕无忧了呀 对他要杀要剐 还不是您的事呢 算我没说啊 皇上真让我押孙家干进京 那可是在大堂之上 百官之前 我身穿龙袍开了金口说的 你 金口 皇上那是金口 那我这 你这嘴啊 说好了也就是皇同的 行 皇同的也行 那也是金光灿灿的嘛 行了 何大人 咱不说别的了 这人情你就先欠着吧 我还欠着你 何大人 你忘了 你销毁了罪证 保住了官位 日后照样可以大把大把的捞银子 别忘了我哟 我说两庄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何大人呢 怎么说了半天你还不信任我呢 可这是大清国 您说有谁敢在您何大人面前耍心眼啊 就算我一个土郎中 在您面前玩了几招小花招 我瞒得过您去嘛 我不想活了呀我 那倒是 量你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孙家盖 孙大人 怎么样 山不转水转 你最终还是落在我手心里了 请会儿 严松 我变成鬼 也要到严王那儿去告你 你还是这么大活儿 还是这么大活儿 这是干嘛呀 孙大人 听我一声劝啊 这次皇上让我押击你进京 你如果能够好好合作的话 那也许 岳飞跟秦桧能合作吗 海热跟严颂能合作吗 行行行 你是亲管 你是忠臣 但是 皇上却把你交给我了 这说明 皇上信任的还是我呀 皇上 不要这皇上 还想见皇上给他送刑呢 你呀 下辈子吧 若算不知皇上驾到 有失远迎 忘记恕罪 来 平身平身 朕为父私访 不用这么多礼了 谢皇上 万岁 老臣 总算见到命 孙家干 还没死 谁能解理得多 是那个郎中 果真是那个郎中啊 不过奴才也助了他一臂之力 皇上 和神堂赃忘法 必须严长 孙家干的血口喷人 你以为皇上会信你吗 皇上 奴才这就压戒罪犯 赶赴京城 快行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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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人 你回来了 傻丫头 格格呢 胡闹 胡闹 快把格格放了 格格就由我来吧 你们三快逃命吧 爹 这是李不涛 他可是个大英雄 大人 不涛有理了 快走吧 官兵要来了 多谢皇女 皇师爷皇 快走吧 走吧走吧 皇上 你怎么把李不涛也放了 你看春儿对她那样 我能不放她吗 皇上 你真伟大 您是李世民 没那么严重 我就是为了那个春儿 你说 这丫头 一救了她爹 她连句蟹都没有 春儿了 大哥 我忘不了你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丫头 就这么一句话呀